读美国热点话题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美方官员表示 美国提供的情报帮助乌克兰在上月击沉莫斯科号 这一情况说明拜登政府正在放宽自己援助乌克兰的力度 美方官员表示 上个月美国提供的情报帮助乌克兰军队定位 并且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 两名高级官员透露 是乌克兰自己取得的莫斯科号数据 美方只是予以证实 不过其他官员表示 美国的情报至关重要 这一情况说明 美国政府正在放宽自己设定的俄乌冲突中 帮助乌克兰的力度 CNN报道 因为担心会导致事态升级 拜登政府此前一直试图对于乌克兰共享情报的举措保密 但是最近几周 拜登政府的态度看起来正在发生改变 他们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 并且要求国会额外提供33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美股市场5月5日出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逆转情况 以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 在创下2020年以来最大涨幅仅仅24小时的时候 又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 5月5日的跌幅分别达到3.1% 5%和3.6% 科技股表现最为明显 特斯拉亚马逊的股价分别下跌8.3%和7.6% 因为强生公司疫苗带来的罕见 但是后果严重的血栓风险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该疫苗的接种对象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FDA称 这种疫苗只能提供给那些不能接受其他疫苗 或者是特别要求接种强生疫苗的成年人 路易三那州众议院共和党议员 5月4日提出了一项法案 并且允许检方对接受堕胎的人提起刑事指控 该法案比其他限制堕胎的禁令更加激进 专家称 该法案赋予一个人从受惊那一刻起的宪法权利 意味着甚至可能会限制紧急避孕措施 总统拜登任命卡林让皮埃尔为新任白宫新闻发言人 他也成为史上首位非裔白宫新闻发言人 他同时还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 这一任命凸显出拜登政府履行让非裔女性掌权的承诺 让皮埃尔将接替即将离任的简朴杀基 后者将入职MSNBC Hashtag卡林让皮埃尔话题在推特趋势榜第11位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子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